各位網友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3月20號,星期三 歡迎大家參加王劍每日觀察直播二的節目,我們今天有兩個主題,第一個 越南國家主席吳文賞突然辭職,第二個是習近平和李強 分進合機的主題活動 在我們今天主題 今天主題開始之前,我們先播報 3月20號直播二的要文簡報,第一個 美聯儲3月20號結束議席會議,決定維持利率不變 聯邦基金利率的目標區維持在5.25到5.5之間 美聯儲已經連續五次 維持利率不變 那議席會議之後 公佈的點證圖顯示 美聯儲的官員預計今年會減息三次,每次25個基點 那麼到今年年底,聯邦基金利率將會是4.5% 那麼2025年將會減息三次 每次一共也是一共減75個基點 那麼利率中位數是3.9% 那麼2026年利率中位數會下降到3.1% 美聯儲會後發表聲明說 美國經濟正在穩健的步伐增長 就業增長仍然非常強勁 失業率維持在比較低的水平,不過 經濟前景仍然不確定 過去一年時間美國通脹 放緩 但仍然處於高位 那麼通脹降到2%的目標區不適合降息 美聯儲的主席巴威爾在會後的記者會上表示 目前的利率政策已經達到了峰值,他認為現在是峰值 峰值是什麼概念以後就往下了 那麼在今年某個時候開始,放寬貨幣政策是合適的 那麼如果勞動力市場出現顯著的疲軟 那就是啟動減息的時機 那麼第1次減息將會對市場有重大的影響 美聯儲會仔細的考慮 和評估數據 謹慎的對待減息的問題 他說如果有需要 美聯儲準備把利率維持在一個比較高的水平 另外 美聯儲預測今年美國經濟增長2.1% 比2023年的12月預測上調了0.7個百分點 那麼今年的失業率會從4.1%下降到4.0% 核心通脹有2.4%上調到2.6% 美聯儲預期會議結束 符合市場預期 道瓊斯指數和標普500指數 收盤都創新高 那麼道瓊斯指數已經漲到了 39512點 漲了401點 標普500是5224點 漲了446點 納斯達克指數16369點漲了202點 這是第2 這是第1第2 美國眾議院中國問題特色委員會 中共問題特色委員會3月20號要求 美國政府對中國的無人機 提高關稅 原因是中國的無人機在美國市場大規模的擴散 威脅美國國家安全和經濟安全 美國眾議院2023年就說 在美國銷售的無人機中 超過50%由大江 大江是一家深圳的公司 大江製造 大江無人機被廣泛應用於美國的公共安全機構 美國國會2019年禁止國防部購買或者使用中國製造的無人機機 機器部件 美國商務部在2020年12月將大江列入實體清單 那麼另一家中國無人機製造商 叫 道通智能也可能會被列入實體清單 美國眾議院說 美國眾議員說 道通智能和解放軍的聯繫深厚 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直接威脅 道通智能的技術還應用於鎮壓新疆維吾爾人和支持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第三 美國政府3月20號發表聲明說 根據芯片和科學法 商務部將會向英特爾提供85億美元的直接資金 和110億美元的貸款 也就將近200億美元了 那麼英特爾真是很爽,一口氣就拿到200億美元 還不用交稅,英特爾方面最快 將會在今年下半年獲得總體 總計 195億美元的資金支持 獲得資金支持之後 英特爾將會在亞利桑那州、愛荷亥俄州、新墨西哥州 俄勒岡州四個州投資1000億美元 建造和擴大英特爾的這個芯片廠 是創造3萬個工作機會 並且支持數以萬計的間接就業機會 這是芯片與科學法生效後 美國政府撥出的最大一筆 補助和貸款 美國是2022年通過的芯片與科學法 撥款527億美元,提升 美國國內的芯片產能 其中390億美元用於補助 芯片生產 110億美元用於芯片研發 美國商務部長雷夢多表示,美國的目標是到2030年 生產全球20%的先進芯片 資助英特爾可以使得美國實現這個目標 美國現在目前不生產先進的芯片 雷夢多說,美國所有的先進芯片 都依賴個別亞洲國家 這是站不住腳的,不可接受的 那就是台積電 美國政府大力的扶持英特爾 第四 美國環境保護局 3月19號警告美國地方政府 美國的供水系統,美國的廢水處理系統正在受到網絡攻擊 美國的州政府必須提高應對網絡攻擊的防禦能力 美國官員說,中國的黑客已經滲透到了美國的供水系統 如果中國與美國發生衝突,中國會破壞美國的關鍵基礎設施 美國水務部門擁有15萬個公共供水系統 但是沒有資金和人手應對黑客的威脅 美國環境 環保署將會成立特殊的工作組 以確保供水系統 遭到網絡攻擊之後 出現的最大漏洞是什麼 美國聯邦政府將會邀請各個州的國土安全和環境官員 參加會議 討論水務部門的網絡安全改進措施 這是第四第五 Politico報導,日本和加拿大最快會在今年年底前 參與AUKUS第2隻豬 那麼AUKUS協議是2021年9月簽署 簽署的第1隻豬就是美國和英國幫助澳大利亞 建造核動力潛艇 那麼協議的第2隻豬就是美國英國澳大利亞三個國家 在人工智能高超音速導彈 量子技術等等等領域 開展軍事技術的合作 那麼英美澳三國一直想把第2隻豬擴大到更多的盟國 那麼日本加拿大新西蘭韓國都表示有意加入 那麼另外美國擔心如果前總統川普在11月 獲勝那就有可能退出或者廢除AUKUS 所以要擴大 AUKUS協議的覆蓋面 這大家都在做 應急準備第6 烏克蘭媒體報導,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3月20號 突然到訪烏克蘭 沙利文在記者會上說 美國相信烏克蘭,烏克蘭也應該相信美國 那麼拜登每天都在為烏克蘭爭取資金 美國國會議員也會同意美國政府的要求 向烏克蘭提供600多億美元的援助 第3個他說 俄羅斯其實已經被打敗 第4個他說美國還沒有準備好 向烏克蘭供應 這個陸軍戰術導彈,這款導彈射程是300公里 是烏克蘭現在最急需的遠程導彈 那麼沙利文這番講話你一看就知道 他沒有好消息 但他又跑到烏克蘭去,不知道他為什麼 另外美國陸軍 法國陸軍司令希爾 3月20號在法國的世界報發表文章 希爾說法國部隊已經準備好,準備迎接最艱難的戰爭 儘管俄羅斯一再威脅要進行報復 但是法國總統馬克龍仍然考慮 向烏克蘭正式部署軍隊 那麼法國總統馬克龍2月份表示 不排除向烏克蘭派遣北約的地面部隊 希爾說 法國能在30天之內 派遣2萬名士兵開展行動 法國也能指揮6萬名士兵的盟軍 那麼有一句話可以 這個評價 拜登和馬克龍,這句話就是一個偉大的領袖總在恰當的時候 做出正確的選擇,這是誰說的呀 這是希爾說的 一個偉大的領袖總在恰當的時候 做出正確的 抉擇 懦弱綏靖交易 換來的只有血腥 而不是和平 另一方面 英國前國防部長華萊士在接受 Times電台採訪時說 英國軍隊可能不得不在烏克蘭作戰 華萊士說 威懾的一部分是模糊性 就是讓對方猜測 我們會走多遠 或者我們會做些什麼 模糊性是普京玩得最娴熟的做法 普京讓每個人都在猜測 重要的是英國永遠不會關閉 派兵的通道 而且我們也需要讓人 不斷的猜測 什麼意思 他也要 像馬克龍一樣發放派兵的這種信號 第七 路透社報導 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和澳大利亞總理阿爾巴尼斯3月20號會面 王毅對阿爾巴尼斯表示澳大利亞葡萄酒關稅的問題已經得到妥善的處理 將會在3月底發布最終的結果 澳大利亞上一屆政府提出要調查武漢肺炎疫情之後 中國在2021年對澳大利亞的葡萄酒徵收法經銷罪為期五年 最高稅率達到218 那麼3月12號中國商務部發布了撤銷 澳大利亞葡萄酒進口關稅的臨時提案 王毅說中澳關係既然已經回到正軌 雙方應該堅定的往前走啊開始說好話了 那麼中澳經濟高度互補潛力巨大兩國應該努力 做大共同利益的蛋糕 澳大利亞最寶貴的是 堅持獨立自主獨立也應該是澳大利亞對外政策的 重要原則 那麼外交部的通稿就沒有提到葡萄酒關稅的爭議啊沒有講這部分 這是第七第八美國國務院發言人3月20號在例行記者會上說 美國政府認定 阿魯那恰爾邦是印度的一部分 中國把阿魯那恰爾邦叫做藏男地區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表示 美國強烈反對任何單方面通過軍事入侵 或者民事入侵 來推進領土的要求 跨越實際控制線 美國以前避免在中印邊境的問題上表態 那麼這是美國政府第1次明確表示 這個阿魯那恰爾邦是印度的 領土 2022年12月9號印度軍隊和中國軍隊在阿魯 阿魯那恰爾邦的達旺地區發生衝突 印度軍隊說有6名印度軍人受傷 300多名解放軍士兵參與了衝突 中印兩國的邊境衝突持續到現在 那麼兩國軍隊在邊境加強了陣地部署了 更多的部隊和裝備 中印關係緊張的同時 美國和印度加強了雙邊關係 去年6月23號印度總理莫迪對美國進行了國事訪問 那麼9月9號 美國總統拜登回訪了印度 那麼現在印度政府開始明確說 藏南地區是印度的 這件事情很重要 第9 美國紐約州聯邦檢察官3月19號指控兩名男子 竊取特斯拉的電磁技術 並且用竊取的技術在中國創辦企業牟利 還試圖出售這些竊取的技術 這兩名被指控的男子一個是加拿大人 叫普魯夫格格拜爾 他是在3月19號 在紐約長島被捕 另外一個叫邵一龍來自寧波 仍然在逃,估計就在 在回中國了 他們竊取的電磁技術涉及高速電池裝備 那麼這個技術對電動車製造非常重要 研發成本 高達幾百萬美元,起訴書指出 這兩個人曾經在加拿大的海霸公司工作 海霸公司研發了這項電池製造技術 特斯拉是2019年收購了海霸公司 所以特斯拉成為 這項電池技術的擁有者 2020年這兩個人在中國開設了他們自己的公司 利用特斯拉的技術製造和特斯拉相同的電池裝備線 在營銷的時候直接把自己的電池裝備線說成是 特斯拉的替代產品 這兩個人被控串謀傳遞商業機密 如果罪名成立,最高可判有期徒刑10年 另外每日經濟新聞報導說 特斯拉宣布4月1號起 Model Y的車型 售價上調5000塊 特斯拉的官網顯示Model Y後驅版 售價是25.89萬元 有8000元的銜補 車銜補貼和1萬元的車期減免 實際落地價是25.09萬 25.09萬 不過這些優惠都會在3月31號前到期 那麼4月1號漲價之後 Model Y的實際落地價格將會 上漲 23000塊 那麼23000很奇怪,因為 中國電動車的價格戰已經升級到了 戈喉站 比亞迪在2月19號 率先掀起了這個價格大戰 把他的琴plus 售價從10萬降到 不到8萬 7.98萬 一口氣降了2萬塊 吉利 吉利、武林、長安跟上 也把這個電動車的價格 降了1萬到3萬 那麼電動車,中國的電動車都是低價政策搶市場 那麼包括高河汽車,哪吒汽車都陸續停產 所以 特斯拉這個時候漲價 不知道他為什麼 很奇怪 中國的這個汽車協會的秘書長 說是特斯拉用這種方法,這是特斯拉的一種 銷售策略 意思就是我4月1號要漲價了,你要買趕緊買哦 那這時間太少,現在只有10天時間,那是不可能 乘聯會的秘書長說這個話 難道是中國政府向特斯拉施加壓力了 因為你這個時候減價,別人減價你漲價 銷量會有很大影響的 第10 法新社報導,俄羅斯聖彼得堡法院3月20號 以製造騷亂和抹黑俄羅斯軍隊的罪名 判了一名女子,叫齊里亞 齊里亞蒂耶瓦 監禁8天 因為她在總統選舉期間,用紅色的這個簽名筆 叫記號筆,或者叫簽字筆 在這個選票背面寫了一句 拒絕戰爭 後來她被罰款4萬盧布 那麼 齊里亞蒂耶瓦說他當時在秘密投票 但是有一名警察看了他的選票 發現選票背面寫了拒絕戰爭 警察當場阻止他投票 齊里亞蒂耶瓦說 警察欺負了他 秘密選票秘密權 推特有視頻顯示,在這次俄羅斯大選當中 有核槍撕彈的士兵闖進投票 投票的密寫間 看選民 寫票 那這些情況都表明,這次俄羅斯大選就是一次假選舉 普京已經在假選舉中獲勝 但他還不滿足,還趕盡殺絕去告這些人 普京3月18號在勝利演講中警告說 破壞選票的俄羅斯人必須受到處理 所以就有 齊里亞 第一耶瓦被監禁八天的事情 十一 芝加省寧波市的慈禧市 龍山鎮有一家工廠,3月20號 凌晨發生火災 火災非常的大 整個的工廠被燒到坍塌 視頻顯示 廠房距離公路不到不遠 有四五層樓高的廠房 這個陷入一片火海 有牆堤倒塌 當地的居民說這家工廠主要是生產紙箱 事發的時候在深夜火勢非常大 周圍很遠都能看見大火的火苗往上衝 那麼慈禧市的消防部門說火災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另外 在安徽省鹿灣市一家新材料工廠 3月18號凌晨5點 發生爆炸引起火災 造成一人失蹤 視頻顯示 明火是從工廠冒出 滾滾濃煙形成了巨大的煙柱 衝向空中 當地的居民說聽到巨大的爆炸聲 還有一股強烈的氣流 扑面而來讓人無法呼吸 衝擊波 最近中國中國各地的各種案件不停 好這是我們今天的要文簡報 我們來講第一個主題 越南國家主席吳文賞突然辭職 越共排名第2的國家主席吳文賞突然辭職3月20號傍晚 越南官方的通訊社叫月通社報導說 越共第43屆中央委員會當天下午在河內 召開特別會議 那麼審核並且批准了吳文賞 持續 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越南國家主席的職務 越南的憲法規定國家主席是國家元首 那麼國家主席 是越南內政和外交事務的最高代表 越南國家主席是從越南國會代表中選舉產生 向國會負責並且報告工作 那麼1992年以來越南國家主席在越共中央排名都是第2 他黨內的地位僅次於越共總書記 月通社報導說吳文賞現在53歲 他是2023年3月2號履新 擔任越南的國家主席 他辭去了第13屆 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 然後是2021到2022 2021到2026 任期的國家主席 以及國防安全理事會主席的職務 那麼越共中央的公報說 吳文賞是越南黨和國家重要領導人 從基層 成長起來擔任黨和國家 很多重要的領導職務 那麼越共中央在公告中指出 吳文賞違反了黨的紀律 紀律 他的違法行為 在越南人民群眾當中造成了不良的影響 破壞了越南黨和國家以及他本人的聲譽 吳文賞充分認識到自己對黨國家和人民犯下的錯誤 因此辭去他擔任的各項職務 吳文賞的前任是2021年4月上任的國家主席 阮春福 那麼疫情期間越南的一系列高級官員 越南的高級官員發生了一系列 涉及這個核酸檢測四季的 貪腐弊案 那麼阮春福負起政治責任 申請辭職退休 那麼阮春福的任期再任時間也不到兩年 吳文賞正好一年 吳文賞是2021年起擔任越共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 阮春福辭職之後吳文賞就在2023年的 3月2號 那麼在越南第15屆國會第4次 特別會議上 選為越南的國家主席 吳文賞當時要完成阮春福 剩餘的任期就是到2026年 那麼吳文賞是1970年12月13號 出生 他原籍是永龍 那麼04年的11月吳文賞34歲 就當選成為胡志明市的市委委員 胡志明市第12郡 第12郡 出問題 抱歉啊 第12郡估計是他們的一個區 郡委書記 那麼07年1月吳文賢出任 越南的宮慶團 中央的第1書記到了11年41歲的吳文賞 被選為越共中央委員 一年的8月到 14年的4月 吳文賞就去地方當地方官 他成為廣義省的省委書記 所以這些跟中國都很像 2014年的4月吳文賞成為越共政治局委員 然後他就去胡志明市 當常務副書記 吳文賞是2016年1月 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越南是沒有政治局常委,只有政治局委員 所以他當選為政治局委員 成為書記處書記 越共十二大之後 他就出任越共的中宣部長 負責思想文化科教宣傳 那當時他也是越共歷史上最年輕的書記處書記 那麼21年的1月在越共十三大上 吳文賞 當選為這個政治局委員 同年的2月 他擔任越共書記處常務書記 那麼負責就很多了,內政財政經濟外交 這個等等 這就負責更重要的崗位 吳文賞就任越南國家主席的第1次講話當中 他強調 要努力奮鬥 到2030年越南將會成為具有現代工業 收入中等偏上的發展中國家 到2045年慶祝越南百年華誕的時候 越南將成為高收入 發達的社會主義國家 像不像習近平的雙百 雙百奮鬥目標 很像 文賞還說為了實現上述目標 就要堅定的創造性的運用 和發展馬列主義和胡志明思想 這很熟悉了 要朝著民族獨立和社會主義目標外進 堅持越共的革新線路 在國際法基本原則 看見沒有,這跟中共就不一樣了 他不強調越南特色 他強調國際法基本原則 平等互利合作 的基礎上 確保越南國家和民族的利益 至上 他們講家鄉黨的領導 那麼這個講法就非常符合 越共的身份 那麼武文賞就是越共總書記 軟富重的親信 也是軟富重 準備讓他當接班人的 那麼越南公安部最近就陸續逮捕了一些涉習 貪腐的官員 那武文賞原來的兩個舊部署 一個是前任,一個是現任 廣義省的省長 他不原來當書記嗎 就一個是原來的省長叫高科 另外一個就是現任省長叫鄧文明 落網 然後這個 他們這兩位這個省長貪腐的事件 發生在2011年到2014年 這段時間正好是武文賞 當這個 當這個 廣義省的書記 文賞後來去胡志明市當常務副書記 那麼胡志明市又爆發了一起規模 規模高達幾十億美元的金融詐騙案 那麼這個案件最近在審判 所以越南國會就計劃 明天就3月21號 召開特別會議 那那個時候屆時呢 越南國會 就會正式的確認 這個國家主席武文賞辭職 那麼國家副主席 國家副主席叫武士英春 將會 成為代理國家主席 那麼直到國會正式選出新的國家主席 那麼武文賞 現在正好 一周年 就落馬 那麼這意味著越南的政局將會 出現一個巨大的震動 法國國家軍事學院的戰略研究所的研究主任 接受法新社的採訪時表示 法國對越南很關注啊因為這是他原來的殖民地 他說武文賞的辭職是黨內權力鬥爭的結果 他說通過武文賞 我們看到了 阮富重 阮富重今年4月份 80 他的健康狀況正在惡化 越南是共產黨專政的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他模仿中共進行經濟改革 但是同時越南越共也進行政治改革 這跟中共不一樣 越南的政治結構非常獨特 他的權力中樞是多頭架構 多頭架構是什麼 豆頭架構就是 越共總書記 國家主席 政府總理 國會主席 組成一個四架馬車 他就不放在一個人身上 他就分四個人 那麼隨著民主化的進程 那麼作為社會和非政府組織的越南 越南祖國陣線 他的政治地位開始提高 就非政府組織 這共產黨能容忍嗎那不可能 越南祖國陣線的主席你可以看成 四架馬車這是半價 這是半價 那他的地位開始越來越高 那麼越南的四架半馬車的核心權力架構 就是突出的特點 就是分散 他就全力分散 全力分散到 四個人的四到五個人的身上 就跟中共不一樣中共其實現在就是 三合一 總書記、國家主席、軍委主席 三合一 一個人 那就 那就相當於什麼 相當於個人獨裁 和越南的這個分治 不一樣 而且越南的政治權力結構還 沿襲了一個格局,什麼格局 就是南北黨 南北黨的格局 那麼由北部、中部和南部 的人分別擔任一些重要的崗位 那麼越共總書記 由這個河內為中心的北方幹部擔任 那麼負責什麼呢?負責意識形態和組織工作 政府總理是由胡志明市為中心的南方幹部 胡志明市就是原來的西貢 那麼南方幹部擔任這個總理 政府總理 主管經濟 然後就是國家主席和國會主席 就是由中部地區的幹部擔任 那他現在 國家主席 他更多的有象徵意義 國會主席的權力越來越實際化 所以越南這種南北黨的現象 他不僅僅局限於地理上的劃分 還體現在意識形態上 意識形態上的差異 南方原來是法國殖民地後來又被 美國 美國影響 所以 他受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 所以南方的幹部比較重視市場經濟 也容易接受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影響 那麼北方呢就受蘇聯受中國的影響比較大 重視政治和意識形態 比較左 那月通社3月20號發布的另外一條報導顯示 月共中央最近開了一個月共14大人事小組的第1次會議 月共總書記阮福重在會上 發表了講話 題目是月共14大人事準備工作 特別關注若干的問題 那麼這個講話中 阮福重指出 月共14大中央委員會的委員 必須在政治本領 道德品質 工作能力上 具備真正的模範黨員 必須是德才兼備的人 其中以德為本 那麼21年1月月共開了13大 阮中复 就再次當選 這個 總書記 就是第3個任期 原來我們現在才明白 習近平 第3個任期是跟阮中复學的 當時阮中复是77歲 那麼政府總理阮春福在21年的4月 當選為國家主席 阮春福當時是67歲 阮福重 阮春福這兩個人同時打破了 越南高幹65歲退休的規定 那用特殊安排的姿態 這個繼續連任政治委員 到了去年的1月 那麼因為這個阮春福就因為核酸四季的貪腐弊案 辭職退休 那麼越共14大將會在2026年召開 去年10月 越共中央政治局召開了14大的籌備小組 武文賞原本就認為他就是希望很大 因為他有年齡優勢 中央政治局有16名中央政治局委員 武文賞是唯一一個七零後 那麼中央政治局越共的中央政治局不設常委 他實行政治局的集體領導 那麼13屆中央政治局原來有18人 那阮春福辭職 阮春福早 早兩個月呢就是范平平 范平平是副總理 辭職 就因為這個撤僑胞機案件 匯選案 就辭職 是責令他辭職 那麼阮福重從13年開始 開展一個反腐敗運動 過去兩年 針對疫情期間的舞弊案件 開展了非常嚴厲的打擊和查處 所以震動整個越南政壇 那麼2022年6月 6月7號 這個越南的政壇新星 衛生部的部長叫阮青龍 河內市的市長 叫 朱玉英 這兩個人都是政治明星 雙雙查辦 因為貪腐案查辦 那麼主要是一個核酸四季的貪腐案 那麼之後呢越南公安部 還對疫情期間 暴擊撤僑 展開調查 有30多人涉案並且 被捕被起訴 那麼包括 范平民的助理 那麼還有誰呢越南駐日本大使 駐馬來西亞大使 還有越南的外交部,越南的公安部的移民局 交通部民航總局的負責人 到了2022年的12月 越南的外交部長 裴青山 和越南外交部的黨主 受到紀律處分 到了12月30號 兩個副總理 辭職,一個是范平民 一個是伍德瞻辭職 所以你可以看到 越共的黨內鬥爭在激化 與此同時 越共對於自身的這種 這個連結反貪 還是抓得很嚴 相當的嚴 這裡面跟什麼有關 跟分權有關 好,這是第1個主題,第2個主題是習近平和李強 分進合機的主題活動 那麼在 在湖南考察的中共總書記習近平3月20號下午 回到了長沙 他在長沙主持一個座談會 座談會的主題就是推動中部地區崛起 李強 中辦主任蔡奇 副總理丁薛祥出席座談會 發改委的主任鄭山傑,他沒受那個影響,沒受女記者事件的影響 繼續出來搞活動 山西書記唐登傑 安徽的書記韓俊,江西的書記尹鴻 河南的書記樓陽生 湖北的書記王蒙威 湖南的書記沈曉明 先後發言 那麼就推動中部地區崛起,匯報工作情況 提出意見和建議 然後習近平就上來講話,他說 上一次我們講中部崛起的座談會 開了5年 5年前開的,這5年來呢,中部地區呢 經濟總體是穩定的 然後就肯定 中部地區的這個成績 然後他又說 同時要看到 推動中部地區崛起 仍然面臨不少的困難和挑戰 要切實的研究解決 然後就若干個要 既要又要 要科技引領 培育發展 新製生產力,又提新製生產力 要加強和其他 重大發展戰略的銜接,這是沒話找話 統籌推進 這個深層次改革,高水平開放 這也是沒講一樣 協同推進 生態環境保護 和綠色低碳的發展 這跟沒講又一樣 堅持城鄉融合發展 然後又是堅持高質量發展,高水平安全相互促進 這都跟沒講一樣 要求 中央區域協調發展領導小組 加強統籌協調 督促指導 其實講了一堆話,很長 大概就這幾條 然後是李強講話 認真學習領會 深入貫徹落實 最後是丁薛祥,差不多 那這個 蒂培是誰?蒂培是中宣部長李幹傑 副總理何立峰 國務院秘書長吳震龍,國務院秘書長吳震龍是來陪這個 李強的,因為他是秘書長 然後還有就是法國委的副總人沐洪 陪鄭山傑的 那在中共所有的經濟政策當中,有兩個政策 是垃圾中的垃圾 那麼第1個政策 就是自貿區 自貿區搞了幾十年 全部都爛尾,為什麼 因為自貿區本身,中國推廣的自貿區 本身就是個偽命題 偽政策 自由貿易有兩個前提 第1個前提叫產業 你沒有產業你就沒有貿易 你要有產業你才會有貿易,這是第1 你要有對象 貿易是兩個經濟體之間的事情 你不可能沒有 沒有對象你在那談貿易 對吧 就沒電了 沒電了 抱歉我要處理一下 這個是沒注意到 注意到 OK 抱歉 那基本上如果你沒有產業 你有沒有貿易的對象或者貿易的對手 你怎麼會自貿區呢 貿易是兩個經濟體之間的事情 那自由貿易是什麼?自由貿易是 你給你的貿易夥伴或者是貿易對手 一個更好的貿易條件 那結果是什麼?結果中國各地在搞各種各樣的自貿區 其實是什麼 其實他們搞的不是自由貿易區,他們搞的是 經濟權限 和優惠政策 現在這個時代,你再去強調經濟權力 強調這個優惠政策 是反改革開放的政策,為什麼 他要回到權力經濟的時代 回到權力經濟的狀態 改革開放的趨勢是什麼?改革開放的趨勢是 普惠制 就是你在這個地方試點 效果不錯 你就推廣到全國 叫普惠 而不是說你有這個 行政級別 你就想有這種 這個 優惠政策 這是不對的 這是中國經濟的一股逆流 之第一 就是自貿區 第二個是什麼 第二個垃圾中的垃圾就是區域經濟 區域經濟有沒有,區域經濟是有的 但是區域經濟它是基於供應鏈的 供應鏈的關係建立起來的,你比如說 深圳和東莞 前電後廠 前面是電 貿易公司設在深圳 工廠設在東莞 或者是從東莞買原材料在深圳的開的廠 總之他們是基於供應鏈的關係 建立起來的緊密的關係,所以其實 深圳和深圳最緊密關係的一個城市就是東莞 結果深圳跟東莞各搞各的 深圳反而跟 不搭尬的這個惠州和汕頭 在搞合作 沒有跟東莞搞合作,東莞 東莞不服政政 東莞自己覺得自己挺大 所以 它在經濟上有關聯 但在行政上各自都各自獨立 另外比如說廣州和珠三角,上海跟長三角 這都是因為經濟 供應鏈的關係,建立起來的一種區域經濟 但是中國現在搞的區域經濟是基於什麼?基於行政區化 基於權力的關係,你比如說 環渤海經濟帶 環渤海經濟帶,比如說這個是什麼中部崛起 什麼東北振興 全部都濫尾 為什麼 因為它完全沒有經濟上的聯繫 你比如說環渤海經濟帶 環渤海經濟帶是通過北京 天津河北 讓他們變成一個經濟帶 成嗎 當然不成 為什麼 它沒有經濟往來,沒有經濟聯繫 北京跟河北根本 根本沒有 供應鏈上的關係,北京跟天津更沒有 所以他們之間完全不搭界 所以這些呢 成為什麼呢,成為 政策資源的浪費 但是習近平又特別好哪一口 好區域經濟這一口 非常喜歡搞 習近平管經濟 大概最喜歡管的就是區域經濟 為什麼 因為區域經濟這個話題假大空 看上去很兇的樣子 但是其實啥都不需要 什麼跟這個協調一下,跟那個協調一下 有什麼好協調的 成就成,不成就不成 而且他吹起牛來完全不需要成本 而且根本也無法驗證 所以習近平最喜歡搞 搞這個區域經濟這個話題 因為這個話題沒有門檻 他還能掺和兩下 其他的經濟話題他根本掺和不了 那麼今天最特別的是誰呢,是李強 李強是跟 跟習近平同一天出北京 習近平是18號到了長沙 李強是18號到了福州 那麼第2天呢習近平就去趟長德 李強就去了哪去了南昌 從福州到了南昌 那第3天呢習近平又從長德回到了長沙 李強就從這個南昌 開車 橫著 往西走 就到了長沙 那麼這個 就開這個座談會 這個完全沒有意義沒有價值的座談會 那李強在福州跟南昌 考察啥呢 走基層 看民生 本來呢 總理呢在中國總理是管經濟的,越南其實跟中國學的 但你看看 李強去福州 去南昌 然後都看的都是民生 完全不像是經濟總管的樣子 完全不是 嚴蔽習近平 那這一趟呢基本上 一個總書記,一個總理 分進合績 走了三個省 開了一個完全沒有意義的座談會 當然非常有趣的是什麼?非常有趣的是 習近平去長沙 然後呢去長沙 長沙有很多地方可以去 長沙的紅色資源也很多 他打都沒去,他就去了第一示範 看了一眼 就去社區走了一下 可能就是,估計就是第一示範旁邊的社區 走了一下 就去了趟長沙 他去長沙啥也沒有 不理解為什麼去長沙,他怎麼不去豬州不去 就很多地方 就是湖南,湖南是個 湖南是有很多紅色資源的地方 他好像這次來很奇怪 你看不出來 你看不出來習近平這一次去湖南 他有什麼政治用意 而且把李強從南昌招過去 遠是不遠,但廢腦子 中共20大之前 習近平滿身都是政治,渾身是政治 出去考察 出去講話 參加活動 一張嘴 都是話裡有話 20大開完之後 習近平連任 他突然他的行動 完全沒有政治了 完全變成了去政治化 他講完話之後全靠新華社記者拔高 所以習近平現在露面 只剩下了一個目的 什麼目的 佔領頭版 誰的頭版 人民日報 這個情況跟 當年蘇聯的後期很像 布林日報那個時代 很像 僵化 懈怠 麻木 失去目標 失去了目標 同時也失去了邏輯和系統 那麼這件事情我覺得會改變 中共的黨內政治文化 好吧那我們今天主題就講那麼多,今天講多了50分鐘 我們下面進入互動 進入互動之前溫馨提示 請大家點贊 請新來的網友訂閱,請大家加入我們的會員,支持我們做更好的節目 抱歉,我們的剛才那個 iPad忘了充電 充電 所以就 所以就會 沒電 所以插個 情緒 現在無論官方做什麼說什麼 我們基本上無感 連討論的價值都沒有 都在罵他 觀點,對領袖的高要求 才是先進國家之本 英國不合格首相45天就下台 中國俄羅斯 禍害老百姓的領導人終生執政 提問 前有燕郊 爆炸案 阻攔央視記者採訪 後有邯鄲三個學生,殺人埋屍 中共不管是對自己人 還是公民 都展現出無差別的維穩 而且不分地獄 這幾乎是一種共識一般的存在 請問王先生 現在中共這種無差別的維穩 是有可能側面折射出中共怎樣的心態 這不是心態問題,這是規則問題 這是他的規則 他就是維穩 只要這類事件發生,就該怎麼辦怎麼辦,他們都是有預案的 所以 沒有無差別,維穩就是維穩 維穩本來就是無差別的 就是你這件事情發生,這樣的事情你就要這麼幹 按住 不讓報導,不讓洩漏出去等等 他們有基本的操作 有什麼心態 防止出事 現在各級官員 都是小心謹慎 怕出事 出事就 烏殺不保 就這意思 特別是 引發輿情的出事 那就更是 更是後果 就是可能就 整個都扒掉 情況,前幾天北上廣深打工人 互助文黨事件 已經反映了目前階級矛盾有多誇張 結果沒兩天就被封了 情況,我參加過影帝總理 溫家寶 下基層私察的活動 當地的縣委書記縣長 混在群眾裡充當群眾 真的和他合影 靠近他 隨後影帝也去當地央企考察 央企領導人派人直接給影帝後面的央視記者 央媒記者 直接公然塞紅包,讓記者多給 給企業抓拍 視察鏡頭和 多寫好的報導 到現在也就也有將近20年了 這種風氣一直肆無忌憚的彌漫著,破壞整個社會 一直就是這樣 影帝也好,這個胡錦濤也好,都是這樣 現在跟以前有一點不一樣 反正習近平對這些活動零容忍 所以應該不敢不敢這麼幹 情況,中國企業連好一點的計算器 都生產不了 別說高端芯片 某中國企業山寨日本卡西歐的 991計算器,結果速度慢 出錯率還高 情況做比較順的 最近醫院開急救車的朋友說 現在40多 現在很多四五十歲的人 陽後很多心梗去世 上星期 我媽有心臟不舒服的情況 今天只能聽一半直播,下午要我休息 跟他去看病OK 祝你媽媽身體健康 儘快的好起來 觀點,對於共產黨來說改革是偽命題,根本是騙人的東西 情況我們公司收的是銀程 銀程 銀程就是銀行的承對匯票,銀行不接受 所以現在有一個黑名單 黑名單上的銀行基本上是小銀行 開的承對匯票都不能收 OK 提問,為什麼中共寧願讓公務員減薪 也要送錢給國外 而不是把錢省下來保證公務員 和退休人員的收入 這些不是他們基本盤嗎?難道外交比他們更重要 外交當然比這些人更重要 這些人也是材料 也是材料 好一點的材料 所以外交肯定比他們重要 他們當然 你如果講習近平的順序,那肯定外交在 在這些公務員和退休人員之前 提問 習近平天天喊這些空洞的口號 是為了宣示他的權利 刷存在感 消除心中的不安全感嗎 喊這種空洞的口號,刷存在感我認為是很重要的 對他來說 這是一個方面 另外一方面他也沒有什麼實際的能力呀 習近平就是沒有能力 所以他喊空口號,喊空口號就 不需要能力 而且不需要做到 怎麼喊都沒事 觀點 集權體制就是封建地方 家天下的翻版 有一家人說了算 變成了一幫人說了算 變成一個人說了算 觀點,每個人的人生觀和他的生活經歷有關係 遇到能啟發的人也很重要 比如我生長在兩蔣時代,一直認為他們是偉人 後來到了美國經歷了民主法治 也沒有改變,直到接觸王先生 才讓我體會到國民黨那一套和共產黨沒差 當年的新聞局 可以封殺藝人 比如歌星 姚蘇榮只不過為了一隻今天不回家 就被迫遠走他鄉 國民黨幹的壞事跟共產黨一樣多 這和大陸有什麼差別 王先生是我的請盟人,希望王先生的節目能夠一直做下去,謝謝你 謝謝你的支持 情況坐標安徽 包公辭這幾天 停止接待遊客,對外宣稱是內部維修 同時包公辭門口多了好多 來回閒逛的人,估計都是便衣 想不到一個宣傳青天大老爺的景點 也成了維穩對象 而且 一個弱女子的一聲哭泣 成了敏感地點 共產黨三個自信 就是無數的害怕 說得好 情緒 晚上下班想看會兒電視 結果信號接錯到新聞聯播 臭不要臉的對香港基本法案三條立法 通過大家讚賞 聽得我噁心直返 酸水 香港曾經我多麼熟悉的城市 一離開香港心情就像失戀 怕是再找不到了 香港越來越像隔壁的深圳和東莞 觀點,中國政府從動態清零開始已經大幅喪失了公信力 近幾年越來越多的口號政策出現 口號唱得賊響 實施的時候各種打折扣 答應的事情不幹 外表上是大老虎,實際上是個病貓 請問王审 是不是越南也有可能走回頭路 習近平走回頭路的條件是什麼 習近平走回頭路的條件 就是他控盤 他控制這個局面 他一個人控制整個局面 他一個人是總書記,國家主席,軍委主席 然後 他政治局裡的人全是他的馬仔 他就控盤了 這是前提,走回頭路的前提 越南 四架馬車,現在四架半馬車 權力分佈在這四個人的身上 這四個人有各自不同的利益點 他們沒辦法協調一致,沒得商量 所以這就是 越南走回頭路非常困難,你至少得說 說服另外兩個人吧 至少得說服兩個人吧,四架馬車 你不能說服兩個人,只說一個人都不行,因為另外兩個可以不同意 所以這個問題我覺得 越南不能排除這種可能性 但是他跟中共不可同日而語 提問,曾經被公知嘲笑的左派胡錫進 現在經常被人罵 藏得很深的公知 提問胡錫進,有時候說的話看起來還是有底線 請問王老師,他這樣的人算是體制內的開明人士 他的言論算是 算得上 是某種風向標嗎 胡錫進的任務是什麼 胡錫進的任務是叼盤 叼盤幹什麼 叼盤幫中共抹平 漏洞,幫他抹平 他就是抹平的傢伙 他有沒有是風向標取決於 需要他抹平的新聞是什麼 而不是中共發生了什麼 理解嗎 所以他肯定不是風向標 他是負責叼盤的那個人 叼盤的人其實 風向標是誰 風向標是甩 甩飛盤的人 這是風向標 但是我們看不到 我們看不到,所以 他不是風向標 然後他算是體制內的開明人士嗎?不算 他是中共體制裡面的一條狗 他是專門去叼盤的 他也會罵人 他啥都知道 胡錫進跟其他人不同 其他人是腦子洗抽筋了 他真那麼想 胡錫進不是 胡錫進跟其他人不同 胡錫進啥都知道 他知道普世價值是什麼 他知道世界潮流是什麼 他知道什麼是對的 什麼是錯的,他很清楚 但是 他繼續幹他的壞事 所以他算開明嗎 他不能算 他只能算一條狗 因為他知道 他知道什麼是對錯 他知道真相是什麼 但是他仍然在做這種事情 所以他 我對他的評價就非常的差 在中共眼裡 除了習近平 其他的都是可以犧牲和代價的耗材,是這樣的 觀點,中共的信用流失 是從政策口號開始的 畢竟大家還是知道 順口溜是種不出裝甲的,OK 觀點 北方派主張漸進式改革 不知道是不是騙人的 意思就是說慢慢改,一點點的改 越南改革比中共要快 越來越快 鳴謝 今天的節目就是這樣,感謝大家的參與,我們下次節目再見,再見之前請大家點贊 請新來的網友訂閱,請大家加入我們的會員支持我們 做更好的節目 做更好的自己,謝謝大家 我在這裡特別提醒大家,請大家盡量來參加我們的 互動 因為有很多網友呢,喜歡在評論區寫評論 希望能夠回應 我呢,就直播結束之後,我沒有時間再回 回YouTube 看,看這些 我真的沒有時間 那所以如果你真的要提問的話 還是要來直播 要來直播 我會 至少我能夠看到,至少我能夠回答 好吧 好,今天節目就這樣,謝謝大家,謝謝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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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